HELLO 大家好 我是哈姆 喜欢我的游戏频道欢迎大家订阅点赞开铃铛 非常感谢你们 好了来往我们的天地解忧城在领 今天是7月1号 那昨天有那个鹦鹉血跟猪可爱的服装 时装 就他们新的皮肤啦 我们来看一下好了 好 一起来看一下 那这是那个微信公众号 这边的讯息会比那个微博还要快 微博 那因为我没有微信啦 所以说这个网址是那个我们讨论群组里面那个网友提供的 他会把一些消息贴在那边啊 我就稍微看一下这样 好那这边是猪可爱跟鹦鹉血的那个皮肤演示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很精美嘛 但是要花钱啊 要花钱 好 这个猪可爱踏歌型蛮好看的我觉得蛮好看的 就这种粉紫色的 粉蓝啊 粉紫啊 粉青啊 好 猪可爱 光细的 他是复制机嘛 会复制敌人的那个 的那个友谊状态 然后再复制给我们队友 他的特色是这样 那光细的通常都会补血啦 所以他也会补血 什么光细的盾啊 光盾啊 光细的咒师啊 基本上都会带一点补血 就打敌人的同时也会补血 好 这边演示的话你要登录啦 你要登录微信 我们待会去微博那边看一下 好那这边是GIF图啊 所以画质比较差一点 可以看他的技能演示吧 这边是普通攻击 然后这是什么西光回音 好 这边是一些动画 技能动画 好 这个要读取一下 七光预阵 触发反击 好 那鹰鹉血也蛮帅的啊 三合一 他的基调是蓝色的 蓝色基调 有深青色啊 深蓝色啊 这种浅青色浅蓝色 好 活动 这个光风斋月就是要花钱 然后光风斋月这种绝版的就是要花钱 我看一下喔 他也是光风斋月 这个跟一开始冰璃那个一样 活动里面会有那个活动 好像是要储子啊 应该是储子才拿到吧 我们待会来看一下 我有点忘了 因为我没有储子我不知道 不是不知道啦 没有把它记下来 好 没有把它记下来 因为好像储子跟我无关一样 而且那个 我记得冰璃那个时装好像有特殊的效果 就是动画不太一样 就是你用技能的动画不太一样 好 这边有一个他的技能 普通攻击 好 这个箭爵待终 他是鹰少爷啊 少爷 好 那我们来看微博一下 微博这边有一些动画 我这边动画要开音乐 嘿 拜拜 里面讲 好 这个是 鹰无血的 鹰无血动画 好 这边也有吧 这边就是看影片嘛 因为刚刚那边是GRF图 好 然后自己跑啊 不说点自己跑 好 这个就刚刚那边 刚刚那个缩图就把这个影片给缩下来吧 好 大概是这样 好 这两个网址我就贴在影片下方资讯上 我有兴趣就自己来看一下吧 那前提是你要抽这两个角色 然后你还要花钱去买这个皮肤啊 好 回来我们的游戏吧 好 回来我们的游戏吧 那我通常 我记得是在这边啦 活动 这边会有一个那个刚刚那个 厨子的活动吧 新手好像都会有那个活动 吧 我不知道我没有说错啦 好不好 七元 七元还有哦 我以为七元结束了耶 哇 这么久 到七月十三哦 抱歉 我只玩了一关而已 只玩一关而已 就参加一下这样 也没打算要打 你看 我就参加了一下 然后排一千多名 就知道这个活动根本没人想打 是不是大家不想打啊 就吃力不讨好的活动 就是很难 然后不好过 然后奖励又很普通 你就不会想要花时间研究 顶多你真的想过就看看人家的攻略啊 看看人家的影片啊 好 那这一期来玩一下主线吧 主线 我上次玩到24 25就没动了嘛 那我们就来用那个韩千秀 还有阴剑屏 还有那个 我们的那个阴剑屏 红属性的 再配个陆招一 组成那个三岩属性小瑞 那我先 换一下那个魂石 我是希望他可能快速 快速换魂石啦 不然一颗一颗换好麻烦 而且最好是能在战斗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直接换 我就直接一套直接切过去 你一定是换一套啊 就记一下这样 然后就一套一套换 然后阴剑屏 阴剑屏用那个 普通攻击的 这个普通攻击的 那我们韩千秀就用另外一套 有免伤的吧 还有什么伤害加10%的那一颗 韩千秀 就来玩这两只 应该是这个吧 罗鬼吧 因为物攻我只有三套 那冰璃那套是不动的 因为那套是回血 基本上不动 会动的就只有罗鬼跟那个 什么荒的 好 我阴剑屏用这个荒者吗 阴剑屏还比这个韩千秀低一点 差各位数而已啊 噢脆我还没练吗 我好像就忘了练吧 是不是 这个练的 那为什么他战力比较低 可能跟魂石有关系吧 因为魂石有时候 你还是要得看你的属性 你%加越多的话 战力应该加越多 那个就要洗啊 所以说真排名的人 就是很辛苦啊 你看 战力接近5500 他们那个魂石都要用很好 这边看得到吗 你看都充到10%了 我哪有10%这种东西啊 这个要一直洗耶 要一直换魂石一直裂 那很伤魂光吧 好 待会就用 下侯仪嘛 然后陆召依 阴剑屏 平函 韩千秀 然后带一个风铃声 风妈 这样全部都是 4只这个岩属性的来玩一下 就很猛啦 就很猛了 那所以说那个精选卡池 回来一下 精选卡池 如果你是无课玩家 然后平时的那个 新的卡池 你就抽一次就好 我觉得策略是这样 因为你的那个 十字印不够多嘛 好 所以你一定是正常卡池的时候 你先抽一支就好 你抽第二支有可能会抽到重复 就不要 你就一抽 抽一支绝品的 然后之后就等精选卡池的时候 去抽你没有的那一支 好不好 我觉得是这样啦 就是 就是 策略是这样 不要去 同一个 同一个卡池一直抽 然后一直抽到重复的 那就很浪费你的 那个 十字印 我觉得这个游戏的 乌克尔是这样的路线 这样的玩法 那有客才会去拼嘛 然后 赶快六星这样 那你一支要六星的话 至少要三个月吧 至少要三个月 好没有意外的话 真的要三个月 你们自己算吧 就是这么久 而且还不能同时 因为我们的上次四片 只有一格嘛 每天就四片而已 好 来玩主线吧 我也好久没玩主线 好像这边有一个分支嘛 怎么突然 突然给我卡了 来个卡一下 又来 是这一款吗 这个小光卡而已 是这样子的 主线任务的 关卡难度是最低的 然后再来才是十字系的普通难度 那困难的不用说了 困难就很难 然后副本的话 资源副本 材料副本 只要你战力够 基本上都能过 过了之后就可以少打 那会卡就是一开始 战力不够嘛 位阶不够 打不过那个什么 创命啊 或是 灵脉光源那种 会卡 因为你的角色啊 属性啊 都不起 战力也不够 好玉池良的出场是这样 新手的时候不用他 大概在40位阶的时候 他有蜘蛛之后就很好用 但是渐渐到60位阶之后 他又不好用了 我觉得他就又不好用了 没那么好用 好我们说了嘛 我们要这样玩 我们今天就要这么玩 我们来玩他们 好就这样 然后运箭品的这个比较好 因为他是主动攻击 就可以对战中啊 所以AOE没有 伤害提高10% 我随便弄吧 觉得应该要 这样会不会好一点 还是这样 好 这个燕你很抢戏耶 我常常看到 喵喵 是哦 是哦 我现在不知道 好我们先烧他们 爽爽的烧吧 不 哇 绿色的果然被我们克啊 那我们就没了 果然跟我平时用的组合有差啊 这时候我的AOE 没啦我没有AOE 好来个这个顺煞神怡 哎 他们蓝属性应该是克火嘛 对不对 难怪打不动 哇真的呢 天哪 我怎么装浑死啊 我怎么装浑死 不知道 哇我打不过耶 好难哦 突然间觉得这个游戏好难哦 就是你用惯了平常的组合 突然换了这些组合 你就发现 我怎么变弱了 毕竟我的那个组合是很强的啊 冰敌五千战力啊 其他都有练啊 哇所以这个很难耶 我打不过说 我被打脸了 不管 我不管 我这次我要小心一点 诶 浑死我都换了啊 对吧我都换浑死啊 想不到啊 我这个打不过他们 太惨了 这时候我要躲远一点 诶这个蓝属性 很强诶 我打不过他诶 还有两只 把我吃的死死的 所以说我不能用这个组合来玩的 我真的不行 好啦我放弃了 今天就没办法玩硬剑屏跟那个韩千秀 因为刚好这边两只这个太强了太强了 我刚刚一一躺不住啊 好 出队 打不过 诶想不到组线已经变那么难了 我都没发现诶 二四二五好像已经有点难了 然后我的那个硬剑屏完全扛不动对方 属性被克啊 然后就扛不动了 这这这这 马上换我最常用的这个剑鞋啊 鞋哥 那换一下吧 主要是那硬剑屏 伤害不够 拿我的一一躺不住那个被蓝色打 我就说一一如果遇到那个属性克制 也会躺不住 所以我才会用黑龙啊 黑龙有黑龙的好处啊 虽然黑龙怕宙斯 主要是我那些角色那些绝屏视频我也没用啊 绝屏视频还要调整 我反正就给大家知道一下啊 绝屏视频还是有差的 会影响到你的战力 当然五内的话哦 那些角色都只有绝两路而已嘛 诶 还有谁要换 哦 我那个应该是给玉石梁用吧 哦这个 荒泽啊 我给玉石梁用 我刚就换了玉石 换了三个魂石嘛 三套魂石啊 我把它换回来 但是我没有要上玉石梁 我我希望上剑鞋 就是我习惯用 慕容玄机剑鞋 打 打两波AOE伤害 然后兵力上去补刀 然后风铃声可以再动兵力 基本上就可以打出优势来 好我剑鞋的那个五内下路还没练 可以练可以练 可以练满 但是我还没练 还在光望 还在光望啊 就不急着把它练满 因为对我们来说 灵运石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你看这个活动 签到 登陆五天 今天第二天 第五天才拿到一个灵运石而已 对吧 这个五天才拿一个 多珍贵啊 这个游戏 只有灵运石是珍贵 其他都不重要 什么魂光 什么十字印 不重要 也不能说不重要 因为都拿得到 都拿得到 很多地方都拿到 十字金啊 十字印啊 魂光啊 都拿得到 那拿不到的就是灵运石 怎么又lag啦 怎么这边每次都 卡住啊 哎 没办法 我有时候受不了 就切个VPN就好了 切到国外的VPN 反正国外的VPN也可以连 我就切过去 我来切一下好了 我来切一下 就 海底纜线故障 我们连到大陆的海底纜线故障 我们连到大陆的海底纜线故障 好切一下 有没有好啊 不一定会好啊 还是要看线路 哦好了 我现在用那个 韩国的VPN啊 就切到韩国去 从韩国再连过去 就是我的节点 现在是先连到韩国 然后在韩国连到大陆 这样绕一圈 这样绕过去 有时候你绕一下就好了啦 好我要报仇了 我要来报仇了 马上换阻力 你就注意哦 我现在兵里怕绿色 好那其他就还好 因为这游戏真的很吃属性克制 属性一被克制之后 我就很痛 打不动 然后还会被打死 不管你战力多少 就是这样子 好我们用刚刚的套路 差多少拜托 我这个伤害 大家看到了吧 真的差多少 这个还是因为太远 震不到 都可以啊 都可以啦 你要再动兵里也可以 我就说我的套路就是这样 就是 这两个AOE打完之后 兵里 再动嘛 因为兵里一开始只能走三格啊 打不到啊 然后那个 因为我没办法砍两刀 你如果想要砍两刀的话 就变成说你一开始就要出手 但是我有直接奉行 不好意思 所以基本上我是不会受伤的 好一样 那这边是要保护他吗 他怎么在跑走啊 他不能死掉是不是 何为正道 你看我平常用的组合就是 轻松 愜意啊 跟刚刚完全不一样 刚刚实在是 太惨了 想欺负我们的苗苗 这个差一点点 因为我是四格伤害 一二三四打不到 我们可以冲过来保护他们 我现在已经没有那个护盾了 所以就 没有哦 这边有绿色的吗 两只哦 蛮危险的 对冰宁来说啊 我们角色死掉没差啦 反正我们只要过任务而已 对冰室 剑血是来吸收活力的 剑血就是一个炮灰吧 冲进去敌政里面 然后死掉这样 我觉得是这样啦 没法 反正能快速过关就好 因为剑血真的很好用 就可以拿宝箱 然后有些要 三星通关的关卡 冲去拿宝箱 就可以三星通关 好 玩完了 结果还是没有 没有玩到那个 银剑屏嘛 还有韩清秀有啦 就刚刚就展示了一下 那个 他的AOE嘛 一个好像三乘五还是三乘 三乘四是不是 三乘四的一个范围伤害 九如塔的人已经到了 好 那时间上的关系 已经二十几分钟了 今天就先这样吧 主要就看了 鹦鹉血跟 朱可爱的时装嘛 那提供那个网址 给大家参考一下 大家可以去看 好 那这一期就先这样吧 好的我是哈姆 喜欢我的游戏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 点赞 开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咯 大家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